海岸边被冲上来一具尸体 死者是个女性 胸口上有一个害人的穿透伤口 尸体的口袋里装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她会跟死因有什么关联吗 死者名叫小美 有一个亲生姐姐 姐妹俩从小跟外婆相依为命 不久前外婆去世 小美备受打击 于是姐姐就劝她出门旅行散心 结果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远 至于那张照片 姐姐辨认出 她似乎是一张外婆的画 但并不清楚小美为什么要把她待在身边 借助技术模拟 安吉拉发现 这似乎是一张藏宝图 画中的地方身处加拿大 小美的外婆画下了她 并命名为秘密港口 这倒是让实习生想起之前的一个新闻 曾有人发现了一个围巾的藏宝地 结果一夜暴富 而小美身上正携带着一根古针 无论是造型还是材质 都跟围巾时期的风格很像 如果外婆的藏宝图足够真实 小美或许真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 而在暴富的诱惑面前 人命根本不值一提 于是 老布和卷毛空降加拿大寻找线索 当地警官告诉他们 曾有人目击过小美的行踪 目击者是岛上有名的民宿老板 家家户户几乎都吃她腌制的血路肉 而在小美胸前的伤口里 正残留了一些血路肉干的颗粒 老板回忆到 她最后一次见到小美 是在几天前的夜晚 当时一个男人开车送她回家 两人似乎闹了矛盾 男人甚至还撂下了一句狠话 你早晚会后悔的 虽然天策见晚 老板没能看清面貌 但她还是留了个心眼 悄悄记下了车牌号 租车的男人名叫阿伟 是个地产大亨 老布上来就想软硬兼施 饿河狠的想试试阿伟的口风 但只问出来二人是在酒吧试试 下面的话就被警官堵了回去 这里不比美国 不能轻易招惹像阿伟这样的经济大亨 老布吃了个哑巴亏 却又无话可说 与此同时 古剑发现串透小美胸膛的 可能并非子弹 而是一只杀伤类恐怖的弓箭 如果凶手在射杀小美前 吃了手撕肉干 净赶上自然就会留下一些肉末 再结合实习生在后背发现的众多骨猎 他们推测 小美是在悬崖边中了一箭 然后翻滚掉了下去 并后背着地 最后尸体再被浪潮带进了大海 但棘手的是 案发地点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岛 任何一处海岸都是潜在的凶杀地点 这么广的范围下 众人根本无法锁定 好在岛上只有一家狩猎用品店 几乎所有人都是在那里买的弓箭 只可惜 店长女儿二压说 他们从不计账 无法据此进行反推 不过店长倒是一下就认出了阿伟 因为他曾带着这位公子哥外出打猎 二人猎到了一头黑熊 但阿伟却抱怨道 更想要一哥路头 店长忍不住呸了一声 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人 就在这时 安吉拉发现小美要寻找的 或许并不是围经宝藏 多年以前 她从军的外公曾驻扎这座海岛 并结识了一户人家的大女儿 而这个女孩就是小美的外婆 所以小美远渡重阳 寻找的可能只是外婆的故乡 也就是照片里的那片海湾 但据店长了解 阿伟正准备赤资千万 拿下那块地方 外婆已经远离家族好多年 平心而论 谁也不会希望忽然冒出一个亲戚 分走一大笔钱 所以现在拥有那片海湾的外婆家族 就成了目前最有嫌疑的对象 但奇怪的是 女主人莉莉对小美的身份并不知情 她只是偶然看到小美 拿着海湾照片四处乱逛 以为小美的外婆 跟自己的母亲是故交 就带着她来到了这片海湾 两人一见如故 有着说不完的话 却没想到彼此之间竟是血亲 于是警方开始研制这片海湾 一路搜寻 而后果然在一片临海的树林里 发现了小美的血迹 但跟预料中不同的是 小美中见后 并没有直接掉到海里 而是倒在了距离悬崖几步远的地方 一旁的草丛里 还落下了一包鹿肉干 谁都没想到 这上面竟然留下了店长女儿二鸭的指纹 被逮捕后 她几乎没做多少挣扎 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那晚她在打猎 射中小美完全是一个意外 但老婆却觉得这里面有些古怪 因为二鸭脸上似乎带着一种现身的决绝 就好像是在掩饰什么事情 再看了看抛尸地点 古姐立马就发现了猫腻 二鸭说她自己把小美的尸体推下了卷牙 但从距离来看 推下去只会让小美摔在沙滩上 根本不可能造成她后背那样的鼓劣 只有二人合作 把她抬着扔下去 才刚好够得到下面的礁石 所以这就是二鸭隐瞒的真相 她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抛尸 未必理由之下 二鸭最终崩溃 交代了自己的帮凶 而这个人竟然是地产大亨阿伟 就跟之前提到的那样 阿伟极其固执地非要列到一头驯鹿 而这个季节驯鹿极少 所以店长再三挽去 但阿伟承诺 只要能列到驯鹿 就雇佣父女俩作为度假村里的终身导游 于是二鸭心动了 她知道莉莉的这片海湾里可能会有驯鹿 于是就带着阿伟来这里蹲守 案发时夜色朦胧 阿伟只看到一道影子闪过 就匆忙搭攻射箭 结果听到一声惨叫后才发现 躺在地上的竟是小美 她本想来海湾多感受下外婆的气息 却没想到自己无意间成了别人的猎物 阿伟曾在酒吧里看到小美拿着海湾照片 于是就跟她商谈这块地产的买卖 遭到拒绝后 她气急败坏地撂下了那句狠话 这种情况下 阿伟觉得警方不会相信自己射杀小美 只是个意外 于是干脆一狠心 就花了三百万美刀收买二鸭 并趁着四下无人 一起将尸体抛下了大海 阿伟以为破财就能消灾 二鸭以为现身就能守财 殊不知 匆匆落下的肉干 却打破了他们所有的幻想 几十年前 外婆走出了这片海湾 几十年后 小美又寻着她的踪迹回到这里 外婆的那张画 跟小美的尸体一起落进了沙滩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是一种落叶归根吧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行 请持续关注我 结束更多血案